大家好 我是晴田 今天來介紹這個韓版的 新的地圖叫白化盆地 白化盆地呢 他是75等可以進來 75等 然後我們今天來測試這個怪物的強度 我們今天來測一下怪物強度 然後他這個地圖呢 有分兩個區域 一個叫 上面叫白化瀑布 然後下面叫白化沼澤 那我們先測一下白化沼澤 然後外物的強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掉落的道具吧 然後這個白化瀑布會掉龍珠啊 還有這個碎片 然後這個 龍靈碎片呢 可以製作成那個進去打亡的東西 然後還會掉執念啊 補充石 戰鬥卷這些 然後最重要他有收藏品 收藏品他有6個 新的收藏品有6個 他有 加防禦 加攻擊 加減傷 加命中 這些 還有加經驗值 還有加這個 經驗值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平陣好不好打 今天 早上測一下 好像不是很好打 然後 我們特別用這隻 小號來測 測他這個怪物的強度 那你看到 他的強度好像蠻強的 因為我穿到150房而已 那 好像是擋不住喔 擋不住的 對 所以有可能 視頻也要移過來 那我可以灰夜了 嗯..等一下喔 我們 所以這個150房的 80幾分身是擋不住的 擋不住的 擋不住的 狂喝水 還會中毒 這個只是沼澤喔 只是沼澤 那我們直接切本磚吧 用本尊來測回比較準 小號是擋不住的 所以你小號也要有一定的魔防跟機體才擋得住 那我們把裝備切回本尊 本尊的話 230房 是不會扣血 可能跟整集 也有點關係 這隻整集比較低嘛 給各位參考一下 主要是給 一些無客參考吧 無客可能會 比較想 知道這個 新的擺放墾地的強度 畢竟這是安全區嘛 大家都可以打 也不會被殺 然後 只要75等 就可以進去了 粉身流應該也蠻方便的 只是他沒有什麼之前的 沒有什麼之前的高具可以打 之前的寶物都在BOSS身上 好我們切來 切到本尊 他這個BOSS BOSS會跳比較之前的紙庫啊 還有 還有一個 黃布啊 還有一個新的 經驗值的紙庫啊 跟 經驗值的黃褲 然後其他就是 新的紙片紙 哇這樣 各三張 然後把裝備切到 本尊身上 我們再進去打一下 等一下我們脫裝來測 脫裝拖到200啊 或是 脫裝拖到180 來測一下這個怪物的強度 因為我呢 剛剛那個分身都沒有飾品啊 所以坦不住啊 所以你要打這個分身 最好有一套飾品 會比較 坦得住 來 我們再進來這個白化盆地的跑 部分裡面 這個兩百 二十七法 是不是少了法 少了一個項鍊 沒關係 這樣也是坦得住的 然後我們脫 脫裝 我們脫裝看看 我們把一些裝脫掉看看能不能坦住 精緻脫掉 兩百一十六法 兩百一十六還是坦得住啊 那 可能要再測 我們進 我們直接進去那個瀑布那邊 瀑布的話 這邊上面有入口 這裡有一個入口 從這邊 這一個橋進去就可以了 那上面應該是 怪物會比較強 瀑布的怪應該是比沼澤強 我們射一下 這邊是安全區啊 所以不用怕 然後他這個新的有一個 新的 新的那世界王喔 他會掉這個 新的道具 好 兩百一十六還是坦得住啊 那我們再脫一下 灰甲脫掉兩百房 兩百房 嘖 看起來打單四也不夠水 一隻有 看一下喔 一隻經驗值看一下喔 今夜的狀況就要一隻經驗值 三十二萬 沒有很高 但也沒有很低 三十 三十萬 三十幾萬 欸等一下喔 是三十幾萬嗎 看一下 三十幾萬嗎 還是三百多萬 看一下 三二零 七五四零嗎 哇 不是欸 這個經驗值也太高了吧 我們再打一下 我會看走遠嗎 三百二十萬 怎麼可能那麼高 而且他的血量沒有很多欸 看一下喔 再看一下 如果是這麼高就不得了啦 所以一隻是三 三百二十萬 這隻蠻令我驚訝的 還是我看錯了 三 三二 真的欸 我看我一次跳幾%啊 一次跳0.0001% 如果有錯誤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 下面留言啊 好 糾正我 我應該沒有看錯吧 哇 三百二十萬啊 七位數字啊 沒有錯吧 所以這個經驗值相當的高啊 然後 防禦兩百 整針防禦兩百都頂不住了啊 然後我們再脫裝一下 這個真的是不得了 喔大概 一百七就不行喔 一百七會扣血 對一百七會扣血 然後打到兩個道具啊 這個應該就是收藏的 喔 目前打到兩個 然後他總共有六個收藏啊 剛剛有講過 攻擊命中嘛 然後 防禦HP加爾斯 我覺得都蠻實用的 還有這經驗值啊 還有減免 一百七七是勉強擋住 那我們戴個手套 一百八十九 一百 大概這個白話墾地 曝不完 大概要一百九十方 才能 穩穩的 實況 本尊啊 我說本尊 八十九個 喔這個 這個 白號墾地蠻 蠻令我欽壓的啊 經驗值居然這麼多 但是可惜他一天只有 一個小時 3207540 這個不可惜啊 再看一次 3207540 我沒講錯啊 3207540 30是7168 嚇死人啊 這個經驗值 所以你來這個經驗 這個部份啊 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經驗 要效率 好了今天就介紹這個白話墾地啊 我們這個白話墾地的探險啊 他真的蠻令我吃驚的 因為我收藏可以打 因為我經驗值可以賺 還不錯 就是 可能寶物少了一點 他的寶物 一般沒有什麼寶物啊 只有補充石這些 打平鎮啊 執念 然後主要是打這個吧 打這個 靈片 然後去打boss 這樣比較重要 好 然後感謝大家收看啊 掰掰 掰掰